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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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力,如何用手捕的姿勢去彈琴 我們有五隻手指 我們彈琴不會說是手指公、食指、中指 我們很簡單 我們手指公叫一手指 食指叫二手指 中指叫三手指 這隻無名指,四手指 最後最後就是五手指 左手指也是一樣的 不如我們先試一隻二手指 二手指,我們彈一句音響 也不錯 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 我們的手指要留意 關節是會曲的 千萬不要這樣彈琴 扁了 我們要關節曲,一個很好的弧度 如何做到這個效果 彈琴又有力 我們要幻想一下我們的手 不是一塊石頭 不要硬了 硬了 也不要變成一條繩子 好像鬆的無力 一條繩無力 我們幻想這隻手是一條橡筋 很有彈性 我們嘗試一下整隻手 因為彈琴不只是手指用力 其實由肩膊 到手臂 到前臂 一邊推出去 幫助手指 力 把力帶到手指頭 你嘗試一下 感覺力 由肩膊 這樣推出去 彈到琴鍵的底 琴鍵的底在哪裏? 我們的目標是琴鍵的底 不是琴鍵的面 因為當我們的力 去到琴鍵的底 琴鍵的音就會出聲 你嘗試一次彈這個音 對 我們要留意 要上來的手指 彈下去之後 上來 為什麼有時候見到 鋼琴是一個很好的 動作很漂亮 對 還有留意的原因 我彈琴一定要剪手指甲 因為如果手指甲太長 就會影響了 記住 很多人的五手指 會比較順順一點 因為五手指很多時候 就沒有力 會整隻手指這樣 躺下去 對 那就不要了 或者有些人的手指 不要那麼靈活 因為我彈琴盡量 就用手指頭 這些手指頭都不錯 因為都挺有力 口力 對 就不要整隻手指這樣 彈下去 對 那就記住 儘量在手指頭倒 那就 這樣彈下去 嗯嗯嗯 對 沒錯 好啊 聽學 有什麼分別 我彈給你聽 我彈五句 我由一二三四五五個音彈來聽 我彈兩次有什麼分別 第一次就是這樣的 第一次是這樣的 好 第二次呢 有什麼分別 這個尾音長了 是嗎 應該這樣說 每一個音 你會聽到 我第二次呢 每一個音和每一個音是連著的 嗯 第一次呢 是這樣的 斷開的 每一個音和每一個音是中間有空 對 是分開了斷開的 第二次是連音的 就是連著的 那怎樣做到這個連音的效果呢 嗯 那呢 或者我示範給你看 請你再試 那如果我彈了一個音 我一手指彈了下去 那 那 聲音繼續去 那 如果我想連音 就不可以起來了 那我就二手指 彈了下去 那一手指才好上來 那就是一個連一個 那就是一個連一個 那就是一個連音的效果 那我們有一個學名的 它是Legato Legato 對了 那就是解連音 或者我有時候寫到的 這個就是圓滑 圓滑彈奏法 這個就是 那就是做一個連的效果 都不錯啊 對了 那再教一個技巧呢 就是跳音了 是 跳音 什麼叫跳音呢 你看看 聽到嗎? 每一個是很短 很跳的 其實很簡單的 只要你的琴節去到底之後 很快就好像捉它上來 就是放上來 對 捉它上來 好 你試一下 這個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好 慢慢來 每一個音慢一點都不要緊 都不錯啊 嗯 真的嗎? 是啊 挺好 那基本上就是 剛才就是了 跳音呢 也有一個名字 就是Staccato Staccato 是的 我們選跳音 或者我們寫的時候 叫做斷奏 嗯 好 剛剛就學了怎樣用力 我們下一次會學些什麼 嗯 不如下次我就教你琴鍵上面的音名 我有時候會聽到A B C D E 我真的經常說Dore Me Fasso 那是什麼來的呢? 下集不如再說一下 嗯 好啊 各位朋友 如果想找你天導師學彈琴呢 就電郵去這個網址吧 拜拜 拜拜